香港人不時都會將不再使用的物品 利用一些社交網絡平台轉讓給其他人 但你有沒有想過這些二手物品 背後可能麻藏著一件樸縮迷你的詭異事件呢? 大家好我是原子 今天為大家帶來的是回收雪櫃事件 網上下載檔案例如電影、音樂、遊戲真是非常方便 但你有沒有想過黑客會透過你的IP address 去入侵你的電話電腦去拿你的個人資料呢? 所以如果不想成為原子檔案下一個奇案主角的你 就需要一個可靠的VPN 令你上網的時候不留痕跡 敏感的個人資料也都受到保護 而今天原子為大家帶來的就是Shelfshark的VPN 它除了支援不同手機和電腦系統之外 無論你訂閱哪個方案 連線裝置的數量都是無上限 所以你和你家人所有的裝置都可以受到保護 同時熟悉原子的朋友都知道原子是Netflix米 而用Shelfshark的VPN就更加可以收看 其他國家獨家的Netflix精彩節目 而Shelfshark還提供30日退款保證 現在透過原子訂購的朋友 除了可以享有17折的折扣之外 還可以獲得額外三個月免費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記得在下面的內容簡介區 Click入網址申請 輸入Mr.Adam 在2009年10月18日的下午5點鐘 地點位於台灣不端的基隆市 有四個男人開著貨車來到基隆市復興路一間資源回收場 其中一個男人 邱憶勇 向姓許的回收場老闆表示 他正在處理老家的舊物品 打算賣多年都未用的雪櫃 之後他跟車上其餘三個男人 在車上搬了一個上揭式的白色雪櫃 那個雪櫃長150厘米 高120厘米 闊80厘米 隨即 回收場的老闆就以150元台幣收買了它 由於那輛貨車當時停泊在馬路中央 為免阻塞交通 四個男人收錢之後就馬上開車離去 當四個人走了之後 老闆就嘗試將雪櫃搬回去回收場 但是他發覺雪櫃異常那麼重 好難搬運 更奇怪的是他聞到一陣臭味由雪櫃傳出 認為雪櫃裡面一定收買著發臭的物品 在好奇心驅使之下 他打開雪櫃 當下一陣濃烈的臭味隨之撲避 還經見裡面裝著一具屍體 他嚇到立刻關上雪櫃還報警求助 警方接報到場之後 確認雪櫃果然真的有一具屍體 警方隨即拉起封鎖線 仔細檢查雪櫃和通知鑑證組 奇怪的是 除了屍體之外 警方還發現雪櫃門夾著舊報紙 和一條女性內褲 而且屍體下面竟然整齊地放著 大約30本的男兒當入瓶漫畫 旁邊還有一盞桌燈和幾瓶啤酒 就好像一間迷你的房間一樣 究竟當時發生了什麼怪事 令死者身處這個這麼奇怪的地方呢 鑑證人員到場之後 仔細檢驗屍體 發現屍體已經嚴重腐爛 推斷死者已經去世多時 而且屍體身上還穿著一條女性內褲 加上頭顱 腳部 手掌骨等位置都非常細小 所以警方初步推斷死者是一個身形嬌小的女性 甚至可能是一名女童 但是由於屍體已經腐爛 警方無法即場辨認死者的身份 在另一方面 他們發現死者的雙手放在空前 雙腳向上屈曲 所以警方懷疑死者被混入雪櫃的時候還是在生 同時警方也向回收場的老闆落口供 老闆將剛剛見到的事 遇到的人全部趕殺出來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就在警方拉起封鎖線40分鐘之後 剛剛半壞雪櫃的四個人竟然再次出現 當時他們搬著另一個雪櫃來到左回收場 老闆立刻指認對方 警方於是攔住他們 還表示雪櫃有屍體 四個人對這件事都難以咨詢 而早前與老闆交收雪櫃的邱憶勇 在這個時候就走到雪櫃旁邊望一望 發現裡面真的有一具屍體 他還驚叫 嘩 真是人啊 之後警方就將四個人帶到警署問話 小個人離開之後 老闆就立刻和其他職員不斷地燒衣紙 希望死者安息 之後警方就開始調查案件的來龍去脈 他們沒想到這件案件竟然牽涉多人 而且還變得越來越迷霧重重 當時買出二手雪櫃的邱憶勇公稱 這個雪櫃是由南榮路他的老家搬過來 老家是由父親擁有已經閒資多年 只是用來擺放蔬菜和雜物 而最近他就打算和妻子搬回去老家居住 所以就請朋友幫忙清理和裝修 當時他們已經清理多日 而由於雪櫃殘破不堪 所以就打算變賣他 他液水搬運雪櫃的時候 曾經聞到耳味還打開看看 不過由於那時候屋內環境黑暗 他沒看清楚裡面有些什麼 他又表示其實雪櫃是他的二哥所擁有 他以為二哥在雪櫃裡面放過期的雞鴨魚肉 所以才發出臭味 但是警方質疑他這番說話 還認為若果他發現雪櫃有異味 應該會查一下原因 但是對方就多次強調 不知道雪櫃裡面有屍體 於是警方就根據邱憶勇的言辭 推察案件可能和二哥有關 於是就聯絡二哥請去到警署協助調查 同時邱憶勇的三個和車朋友都在警署落口供 在過程裡面三個人都表現非常慌張 只是被這件突如其內的事嚇到驚惶失措 從他們的反應來看 警方初步認為他們是吳知情 在當晚邱憶勇的父親帶著36歲的大哥 34歲的二哥 還有一名律師來到警局 由於衛免他們夾口供 警方就將大哥和二哥分開問話 當時二哥成形涉案的雪櫃是他所擁有 因為他和大哥和父親合力經營水果批發 所以會用雪櫃存放甘蔗汁 後來他也曾經用雪櫃存放冰鮮魚 不過雪櫃已經棄用兩年 他早就將插頭拔了下來 而且他已經近五個月沒有回過老家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為什麼雪櫃會有屍體 在二哥澄清了自己清白之後 還竟然說出一番令警方大感意外的說話 他指出大哥曾經跟他說 易勇藉了你的雪櫃去裝死人 之後他更加發現三弟經常神情緊張 而且還經常都妙語參拜 警方聽到二哥這番說話之後 就認為大哥和三弟早已經知情 但是大哥就澄清自己從來都沒有說過這番說話 還表示好久都沒有回過老家 相反兩個弟弟就經常帶朋友回老家 另外在同年六月的時候 雪櫃所在一樓的喉窗曾經被破壞 而當時他發現家裡沒有被人偷東西 所以就對這件事不以為意 不過事件發生之後 三弟就換了門鎖 而只有三弟才有身鎖匙 在這個時候 雖然警方掌握的資料越來越多 但是謎團就不斷湧現 經過七小時的審問 警方認為三兄弟的言辭確有矛盾 質疑他們是不是在說真話 於是警方就開始調查三個人的背景 很快就查出他們的詳細資料 大哥在果菜批發市場經營梳果批發生意 二哥就負責將梳果運送零售商 而三弟偶爾才會到市場幫忙 警方又從一個鄰居口中得知 他們一家人在老家住了30年 經營了梳果生意多年 經濟狀況很好 同時他們一家人在十幾年前已經搬離老家 只有二哥偶爾會回來休息 但是鄰居表示 他從來都沒有聽過老家有吵鬧聲傳出 也沒有聞到怪味 此外 警方查出三弟曾經開經紀公司 旗下有十幾個傳播小姐 但最令警方關注的是 原來二哥和三弟都有違禁品的前方 同時二哥在調查期間 曾經突然大聲質問三弟的妻子 為什麼要動個雪櫃 二哥就向警方解釋 我叫過他們不要賣個雪櫃 我要送給果菜市場的人 就以上種種的行為和背景來看 警方認為三個人當中 二哥和三弟最可疑 不過警方始終沒有證據 指證他們和死者有關 更何況警方連死者的身份都不確定 而在警方落力調查三兄弟期間 有兩名市民曾經到警署表示自己的女失蹤 但是經警方調查之後 確認死者不是他們的女兒 在這個時候 調查的進度仍然沒有突破性的進展 於是警方只可以交由法醫 詳細檢驗屍體 希望可以拆解死者的身份 但是誰都猜不到 這件事的真相 竟然和警方初步推測差天共地 在發現屍體的第二天 即是10月19日 法醫開始驗屍 初時 法醫由屍體的牙齒確認死者是一名成年人 死亡時間為2至4個月之前 不過由於屍體腐爛情況嚴重 法醫但憑外觀沒有辦法確定性別 生前是不是受過傷 以及真正的死因 但經仔細解剖屍體之後 就竟然得出一個新線索 原來死者是一名男性 年齡大約30歲 和警方初步認為死者是年輕女性的估計截然不同 令警方需要重整調查方向 但正正是因為法醫得出這個關鍵的線索 令這件離奇案件的真相慢慢浮現出來 在發現屍體的第三天 即是10月20日 警方懷疑三兄弟對案件知情不報 於是分頭帶著二哥和三弟在基隆市調查 而就是二哥坐在警車期間 在警方盤問之下 他慢慢想起距離案件被揭發的10個月之前 曾經有一個叫做阿發的男人租住老家 當時二哥打算將空置的老家出租 賺多些收入 一個姓黃的朋友知道了之後 就介紹阿發給他 二哥聯絡阿發之後 阿發就以每個月3000元的租金租住老家 但是阿發的言行舉止相當古怪 而且他和二哥一樣都有違禁品的前科 在藥物的影響之下 阿發終日出現幻覺 經常疑神疑鬼 就是剛剛入住老家的時候 他就多次向二哥說屋裡有鬼 還在屋裡貼著各種奇怪符咒的圖案 但二哥對阿發古怪的行為不以為意 不過由於阿發的經濟能力不好 只是交了一個月的房租就沒有錢再交租 當時他曾經以價值1000元的違禁藥物代替租金 而二哥也只好接受 但是他在二月的時候突然失蹤 二哥沒辦法聯絡阿發 他也以為對方是為了逃避交租而銷聲匿跡 之後警方要求二哥描述阿發的身形和特徵 他只出阿發身高165厘米 瘦弱細小 而且很喜歡看文化 警方認為二哥所描述阿發的外形和屍體很接近 而且雪櫃也放置很多本漫畫 符合他生前的興趣 所以阿發很大機會就是死者 時間到了10月20日的晚上 警方當時找到介紹阿發給二哥認識的黃昇朋友 朋友證實了當時阿發的確曾經租借二哥的老家 不過對方就不知道阿發的全名 但是朋友知道阿發和前房東關係惡劣 所以才會轉租到二哥的老家 之後警方來到了老家搜證 他們搜出阿發的車牌 保健卡和證件 還有他留下來的煙頭 警方根據證件確認了阿發的身份 得知他姓羅 還聯絡他的親人 在10月26日 警方抽取了阿發的哥哥和舅父的DNA 和死者的DNA作比較之後 發現死者很大機會是他們的親人 而且警方再將在屋裡找到的煙頭上面的DNA 和屍體的DNA作比對 發現兩者吻合 所以警方確定阿發就是死者 幾經努力 警方終於查出死者的身份 但是仍然未破解阿發的死亡之謎 於是警方繼續仔細調查阿發的死因 不過由於屍體只是弄回腐爛的鞋骨 陳屍的地點也經過清理 加上阿發的社交圈子很小 未有更多的證人提供資料 所以警方只好根據現有的線索逐步推測 由於屍體無明顯的創傷 加上腦架現場沒有發現任何打鬥的痕跡 所以警方推測阿發其實不是死於他殺 同時警方也記得三弟曾經說過 搬動雪櫃的時候見到一條煤氣喉 只撥著雪櫃的排水位 所以警方曾經懷疑阿發是利用煤氣自殺 但是警方是資源回收場 並沒有發現接駁著雪櫃的氣喉管 不能夠肯定阿發是自殺的推測 於是為了查出阿發是自殺還是意外身亡 警方從多方面著手調查 首先警方翻查阿發的電話、銀行、用水用電的紀錄 希望從中得到線索 在另一方面 警方陸續聯絡更多和三兄弟和阿發相關的人問話 包括曾經為阿發提供租車服務的車行老闆 他的前房東、阿發早前犯案時的擔保人等 在12月即是案發之後兩個月 警方已經查房超過一百人 當中前房東透露 阿發租住他房屋的時候精神狀態已經不穩定 曾經抱怨那個地方不乾淨 會將家裡的菜刀都收起 之後他更加拜託一個朋友畫了多張符咒隨身攜帶 而車行的老闆更加指出 阿發缺乏安全感 認為在床上面睡覺會受到鬼的騷擾 所以寧願在密封的雪櫃裡面睡覺 根據前房東和車行老闆的說話 令警方更加相信阿發是受到藥物影響 而意外在雪櫃窒息死亡 不過一切都要等待法醫研究所 詳細的解否鑑定報告才可以確定 終於法醫研究所在12月中發表報告 報告顯示 阿發生前曾經過量複食鬼金藥物 導致中毒性休克 綜合以上的線索 警方推斷以下的案發過程 阿發在藥物的影響之下產生幻覺 疑神疑鬼 由於阿發怕被鬼騷擾 不敢在床上面睡覺 於是他習慣躲在雪櫃休息 他會將桌椅放在雪櫃裡面 然後在裡面看文化 飲酒甚至睡覺 在事發當日 他一如以往地在雪櫃裡面休息 但是因為藥物造成休克 不幸的是在他休克之後 雪櫃門意外感緊緊關上 由於他失去意識 沒辦法醒來推開雪櫃門 最終雪櫃裡面的氧氣也越來越少 導致他窒息身亡 在12月16日 警方正式總結阿發是死於意外 也證明三兄弟的清白 雖然案件看上去已經好像高一段落 但是當中仍然有不少怪異的謎團 例如雪櫃為何會有女性內夫呢 是否只是單純因為阿發奇怪的癖好呢 而二哥又為何會記起大哥曾經跟他說 三弟用個雪櫃裝屍看呢 會不會只是二哥誤會了對方的說話呢 那三弟為何又會這麼巧突然經常參拜寺廟呢 可惜隨著案件的結束 這些謎團恐怕不會再被解開 你又認為下一次跟陌生人交收二手物品的時候 對方的物品會不會曾經經歷過可怕的過去 甚至收藏不為人知的秘密呢